您好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呢 是如何不喜欢一个人 这本书的中文版呢 大约有19万字 我会用大约24分钟的时间 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如何识别并摆脱和心理变态的恶情人之间的纠缠 并携带着幸存者的智慧 继续勇敢前行 我们很多人呢 都听说过心理变态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是否知道 真实的心理变态和犯罪悬疑小说里的 或者是其他连环杀手故事里的形象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是否知道那些埋伏在日常生活中的 通过魅惑与操纵强行闯入他人生活的掠实者存在呢 我们是否知道那些挂着一副清白无辜的假面 把毫不设防的受害者的生活 叫个天翻地覆的变色龙的存在呢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 一般人群中有6%有自恋型人格障碍 5%有边界型人格障碍 2%有表演型人格障碍 4%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而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 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人格障碍者 而这些人群呢 绝大部分都自由地活跃于社会生活之中 而公众对这种异常普遍的人格障碍现象 几乎毫不知情 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自恋型人格障碍呀 就是那些特别爱照镜子的人 表演型人格障碍就仅仅是 总想博取他人的注意力那么简单 这里所说的人格障碍呢 主要体现在情感、良知、同情心与感受方面 这些呢也正是人类最重要的品质 他们呀都是控制欲极强 并且毫无同情心的人 他们会不带有任何责任感与负罪感的蓄意伤害他人 虽然这几种心理异常之间互有差别 但是啊在和他们的交往中 到最后都会呈现出一种极其固定的循环模式 先是理想化 再贬低 最终狠心抛弃 如果某些人开始试图了解这些人格障碍呢 往往呀是因为他或者是他已经受到了他们带来的伤害 前段时间呢得知一位同事得了抑郁症 原因呢是交往了两任女朋友 结果都是狠心的抛弃了他 而他从此对人性失望至极而欲结于心 我爱人的闺蜜呢 两年前也是同样交了这样一位男朋友 在分手了之后痛苦不堪 但却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向成熟稳重的自己会深陷于这种感情当中而不自知 包括前段时间被网上很多人抵制的POA组织 早期呢这是分享男性如何通过技巧和心理学应用去接近搭讪自己喜欢的人 到后来呢演化成骗色骗财的手段 设立所谓的步步陷阱的情感操纵术 甚至不惜会导致对方自杀来达到操控目的 他们所出的情感操纵教程啊 说是炮妞神器 其实呢与本书所谈论的诱导过程是同样的套路 而深陷其中的受害者是不计其数 如何不喜欢一个人这本书呢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遭受过这类创伤的幸存者而写的 本书作者杰克森·麦肯锡曾与独行人格者交往过 他是非常著名的一家在线情感互助支持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在线情感互助支持平台呢 每个月啊都能对数以百万计的情感虐待幸存者伸出援手 个人经历鼓舞着杰克逊 以激起社会对心理变态现象的关注 为幸存者提供安全的交流空间为己任 他希望能够帮助每个富有同理心的人 在遭受情感虐待后啊 都能够重新寻得爱与幸福 读完这本书可能无法为您修复一段恶劣的情感关系 但是啊至少可以帮助您重新开始 您会学着相信您自己的直觉 并携带着幸存者的智慧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继续勇敢前行 而且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呢 对这些人格障碍的认识 就好比拼图上缺失的最后一片 一旦我们把那幅画面拼合完整 他就注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 恶情人是捏造出来的灵魂伴侣 第二个重点 漫长的疗伤之路 第三个重点 幸存者用智慧重获更广阔的世界 好了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介绍书中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恶情人都是捏造出来的灵魂伴侣 如何知道您交往的对象是一位心理变态的恶情人呢 如何知道您正处在与心理变态纠缠的情感关系中呢 心理变态呀 会把您调校成他们想要的完美伴侣 只需要短短几周的时间 他们就能够掌握您生活的全部 用欢愉消费您的身体 消磨您的意志 让您呢最终成为他们无休无止索取赞扬和仰慕的来源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呢 您首先得和他们坠入爱河才行 这样呢您才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都敞开心扉 在这个诱导过程中 有三个最主要的步骤 理想化的吹捧 间接劝诱 以及突破底线之前的试水 在与心理变态纠缠的情感关系中啊 理想化的吹捧这一过程 会是您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您会为那个在情感精神 以及肉体等层面 都令您兴奋不已的人神魂颠倒 因为他们知道 只有把您捧上天 之后您才能为他们跌落至尘埃 这种理想化过程呢 就是心理变态的恶情人调教 驯服您的第一步 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爱情轰炸 因为他们猛烈的追求攻势 会迅速攻陷您的防备 打开您的心扉 甚至让您的大脑 沉溺于源源不断的愉悦 所带来的化学反应 在赠送礼物和诗歌之外 心理变态的恶情人呢 还有多种足以征服您的洗脑手段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作为最常见的套路 他们一定会告诉您这五件事 一 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的幽默感是一样的 他们会反复对您强调这几点 他们从目标身上窃取优秀的品质 并表现的比目标本人要更加优秀 但这些夸大的映射自他们的对象本身的优良品质啊 也不过只是表面功夫 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和您 好像是天作之和 二 我们有着相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心理变态的恶情人呢 永远不会直接提及您的脆弱之处 但是他们几乎瞬间就能知道您的弱点在哪里 然后呢 他们会模拟这些弱点来博取您的同情心 因为您会尝试着用也许能给自己疗伤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三 您可真美呀 心理变态的恶情人往往表现的对您的外表非常着迷 您可能从来不会遇到会对您的服装发型皮肤或者照片之类发表那么多评论的人 在滔滔不绝的对您大家赞美的同时啊 他们已经知道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得到您加倍返还的仰慕 您甚至会逐渐把自尊心建立在那个人的评价上面 四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当恶情人说出这句话呀 就标志着他们又要开始拿您和其他人对比了 那个人的通常会把您捧的比之前任何一任恋人都要高 五 我们简直就是灵魂伴侣呀 心理变态会热衷于灵魂伴侣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暗示着某些与爱情不同 甚至高于爱情的东西 这样呢 就把我们的梦想与愿望用作操控的工具 但这既不应该让您的梦想成为您的弱点 也不应该让他们就此破灭 而所谓间接劝诱呢 是在利用对您的吹捧把您骗到手之后啊 心理变态的恶情人就会开始试图按照他们的心理训练您的行为 通过各种间接的诱导与暗示 他们能够旁敲侧击的不断提出无法回绝的要求 与此同时呢 他们还能维持一副天真无辜的面孔 他们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就潜藏在他们恭为您的方式之中 他们会通过吐槽前任的行为来讨好现任目标 而这种吐槽和讨好实际上啊 就已经构成了对目标行为方式的诱导 比如当那个人对您说 我前任老是这么做 可是你就不会 这样的时候呢 他真正想说的呀 是您必须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做 这样的话呢 并不是在夸您 而是在对您做出一个警告 如果您和那个前任做了一样的事 那么下一个被踢的就是您 而那个前任可能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做 这只是心理变态间接的告诉您 他们希望您怎么表现的方法而已 换句话说 那个人说这个话并不是为了再夸您 而是为了要求您 但是我们要记住 富有同情心的正常人 是不会随便拿自己心爱的人和别人对比的 更不会公然把内心里给每个人打的分都亮出来 如果您和某人真心相爱 您不一定必须向自己和所有人证明 这段恋情比之前的任何一段都要好很多 而与此同理的是 如果您不爱了 您也不一定必须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 刚刚结束的这段恋情就是最糟的 而所谓突破底线之前的是谁呢 就是一旦您接受了心理变态编排好的思维模式 那么他们就会开始试验 自己对您的控制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一个可以为他们所用的目标是不会反抗的 更不会在必要时主动保护自己 如果他们对您的理想化过程进行的顺利 此时的您更在乎的应该是如何保持这段恋情的温度 而不是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尊严 当您这么想并且这么做的时候 就标志着恶情人对您的训话成功了 在把您驯服的既依赖于他们 又对他们俯首贴耳之后 他们会用这种对您的控制力 在关系中刻意制造交织的欲望与绝望 在这种压倒性的情感悬风面前 您美梦般的恋情终于变成了恐怖的梦魇 除了在恋情中折磨您 还会选出最离奇最令人心碎的方式来抛弃您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恶情人都是捏造的灵魂伴侣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 漫长的疗伤之路 不管您刚刚结束的那段感情是短期的恋爱 还是长久的婚姻 只要它与心理变态相关 您需要康复的时间就基本是固定的 和您的恋情持续了多久无关 一般来说您大致需要20至24个月 才能基本恢复 而且在那之后 您还是会经历一些不怎么好过的日子 作者将其归类为两个心理阶段 在这个紧随分手而来的阶段中 您会感到仿佛吞噬了您全部生活的颓废 您的心理和思维都变得麻木不仁 普通的日常生活对您来说都难以为继 您的身体状况也会因此而变差 您的模样可能会变得格外憔悴 您已经对心理变态自恋狂 或者是反社会人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您肯定会想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您还是忍不住往另一个方向想 万一这只是因为您不能接受现实 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毁了这段恋情 反而给前任贴上心理变态的标签呢 当然 这正是那个心理变态希望您相信的现实 而这正是认知失调现象的危险之处 您甚至会再次受到前任的蛊惑和欺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照顾并且保护自己呢 首先 在结束了与心理变态的情感纠葛之后 坚持不要联系的原则 是唯一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方式 不管您有多么的难受 试图重新联系那个人 都只会让状况变得更糟 如果你们之间已经有了孩子 或者其他一时难以切断的长期关联 您也应该把和那个人的联系频率 尽可能的降到最低 也就是抛弃您所爱之人 留在您心中的影像 因为悲伤的事实是 那个人其实并不存在 他只是一个幻影 一个心理变态用来蛊惑您的面具 其实我们要允许自己去感受和思考 正常人都会设法回避痛苦 但是只有直面伤痛 并且勇敢的战胜他 才能让我们发现生活之美 因为在您最深切的痛苦的彼岸 暗藏着通向喜悦与幸福的机会 各种情绪可能会像浪潮一般的向您涌来 和那个恶情人相关的思绪 也可能会时不时的占据您的头脑 让您完全无法思考别的事情 这种时候 您完全可以允许自己去感受 这些情绪和思路 哪怕它们会使您烦恼 但是持续抗拒它们 也不会对您有什么帮助 甚至可能反而会给您带来更多的伤害 最后我们要接受现实 可能在于您刚结束恋情没多久 那个恶情人会找到新的目标 并会经常炫耀他过得有多么开心 这会让我们觉得万分沮丧 在伤心之外 我们还会感到羞耻和愤怒 但是您要知道 您阻止不了他 您无法让他停止欺骗他人 那个被他欺骗的新目标 也不会相信您 而且您知道不论怎么做 那个人都不会因为对您所做的一切 而产生一心半点的悔意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认真生活 努力疗伤 在经历了上个心理阶段之后 您会进入第二个心理阶段 即您知道了心理变态这个概念和事实的存在 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 那种难以解释的回忆 现在得到了解释 您也由此产生了诸多奇特的新情绪 最初那感觉一定很不舒服 因为您的确是刚刚结束一段极其令人不快的关系 您可能会问自己很多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坏事 用质询的心态 看待自己是同向自省之路的起点 而自省精神终将改变您的人生层次 随着您对心理变态的探究不断加深 您会在无意之中失去一小部分自我 您对心理变态研究的过于投入 以至于您终于可以开始理解心理变态的思维如何运转 从最初的性格模仿与爱情轰炸 到之后的同一性侵蚀与三角关系 再到最后突如其来的抛弃 所有之前讲不通的事情都有了道理 您会发现自己其实从未被那个人爱过 您也发现自己在这段恋情中的表现与以往截然不同 您再也不会把那个人的行为解释为迟钝 或者是没心为肺了 您现在看待那段恋情时 已经有了全新的视角 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一切都有了道理 此时的您也许忠于寻得平静的方式 您不需要和所有人共情 还是把您的同理心留给值得您在意和信任的人们比较好 您也不需要用不尽人情的面目 来避免逆来顺受 而是随时带着自尊心和边界意识正常的生活就好 一旦您完成了自我解构和重组 您最终能重回到那个疯狂而美丽的世界中 当您建立了这种健康的心理平衡 您的优秀品质也会再次发挥积极作用 并且让您受益终生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漫长的疗伤之路 咱们接下来说第三个重点 重获更广阔的世界 一旦您终于真正切断了自己的心灵与心理变态的联系 您就可以用更加不受感情因素影响的方式去回顾那段记忆了 您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过任何事情 走到现在这一步 您已经用心理变态行为相关的知识武装了自己 您记住了所有的预警信号 对自己的经历有了正确的认识 踏上了通往自我宽恕 治愈和爱的心旅程 但是您也许还是会被不安感困扰 难以相信自己的判断 想着既然自己曾经盲目的落入了心理变态的圈套 那么您接下来做的各种决定 也许就不那么值得信赖 所以您还是得学会重新信任自己 学会独立自主的做决定 自省是用来发觉您为何需要外界的肯定的好方法 它可能来源于您童年的经历 一段过去的友谊和心理变态的情感纠葛 或者以上所有因素的结合 为了理解这一切 您不妨再仔细回溯一下那段关系 并审视一下那种有毒的动态 实际上心理变态竟像模仿他人特质的能力 刚好可以把此时的您当作一次独一无二的 正视自己心中恶魔的机会 心理变态对那些能够战胜自己心中恶魔的人 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您再也不需要用外界的肯定来证明自己 并且能够坦然的接受称赞 那么心理变态的引诱对您就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因为心理变态需要的是他人不健康的需求 而非普通而坦诚的善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您会发现自己身边那些一味过度奉承您的人 越来越少 在重新学会尊重自己的过程中 建立边界意识可能是最难的一环 因为一开始会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您怎么忍心对需要您帮助的人们严厉起来呢 所以您必须分得清神经过敏 不同情理与正常的边界意识之间的区别 您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 您不会再逆来顺受 受人摆布了 那些人肯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试图让你们的关系维持原状 因为您的边界意识越强 他们就越无法从您的身上捞到好处 如果那些人真的是您的朋友 那么您就根本不需要在他们的面前努力保护自己 您不需要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您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做出完整的计划 您更不需要为了避免造成不愉快 而一直如履薄冰 这些取悦他人的习惯是有害的 他们通常来自于您想要让别人幸福的需求 同样的 要学着正确引导您的同理心 许多人都秉承着一条简单的人生心条 与人为善 我们相信 只要自己一直以善意面对这个世界 就一定会得到善意作为报答 但是生活往往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总有些人会厚颜无耻地榨干他人给予的全部善意 遭遇这种人往往会让我们情绪严重受挫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您的善意本身 而是在于那些恶意利用他的人们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曾经受过伤害就抛弃这些 您应该抛弃的是那些用他们来伤害您的人 把这些美好的礼物留给能够理解并感恩的人们吧 您会明白自己没有义务去讨好所有人 一个温暖而充满信任与关爱的小圈子 往往更能够给您带来真正的安宁 不论走到哪里 心理变态都会带来伤害和损失 而在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位心理变态的时候 不管他或者是他是虐待狂的恋人 阴险狡诈的同事 控制欲强烈的家长 还是心理变态的领导人 我们都行走在一条共同的通往自由的路上 首先我们要牢记这个世界有毫无良知 与同理心的人们存在 其次我们要学会珍视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 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 恶情人都是捏造出来的灵魂伴侣 如何知道您正处在与心理变态的纠缠的情感关系中呢 他们对受害人的诱导过程呢 包含三个最重要的步骤 理想化的吹捧 间接劝诱 以及突破底线之前的试水 在理想化的吹捧这一过程中呢 他们会用猛烈的追求攻势 会迅速攻陷您的防备 打开您的心扉 然后呢 通过各种间接的诱导与暗示 他们能够旁敲侧击的 不断提出无法回绝的要求 一旦您接受了心理变态 编排好的思维模式 他们就会开始试验自己 对您的控制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个重点 漫长的疗伤之路 在被心理变态的恶情人抛弃后啊 您需要的康复时间会很长 主要呢 有两个心理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呢 您会感到仿佛吞噬了您 全部生活的颓废 甚至啊 会出现认知失调的现象 会再次受到他们的欺骗 所以呢 我们学会照顾自己 坚持不要联系 允许自己去感受和思考悲伤 并要接受现实 随后呢 在第二个心理阶段 您会用自寻的心态看待自己 这是通往自省之路的起点 而自省精神终将改变您的人生层次 第三个重点 重获更广阔的世界 当我们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 依然会有不安全感和不信任自己 我们要学会重新信任自己 学会独立自主的做决定 首先自省是用来发掘您 为何需要外界的肯定的好方法 为了理解这一切呢 我们不妨再仔细回溯一下那段关系 并审视一下那种有毒的动态 其次呢 在重新学会尊重自己的过程中 建立边界意识 但您必须分得清 神经过敏 不同情理 与正常的边界意识之间的区别 最后呢 要学着正确引导您的同理心 继续与人为善 但要把这些美好的礼物 留给能够理解并感恩的人们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您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